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小腿抽筋 真难受 秋季校运动会快开始了 萍萍和皮皮都报名参加了八百米赛跑 为了取得好成绩 他们俩经常在放学后和周末进行跑步训练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他们相约来到长去的体育场 进行跑步训练 他们绕着四百米的田径跑道 跑了一圈又一圈 跑着跑着 我们这样慢慢地跑好像不对 老五的栈 baby said 表白 stay quiet story 乔 直接 because lawez 我们现在只是在热身 屏屏说 可我发现我们每次训练都只有热身 没有其他了 皮皮想了想 停下脚步说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发现了 屏屏停下来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皮皮说 有问题 当然要立即解决了 说完 他突然弯下腰 双手撑地 做出一个起跑姿势 然后腿一蹬 哒哒哒的快跑了出去 屏屏看得有点发愣 等反应过来后 也跟着快跑起来 边跑边喊 你等等我 皮皮回头喊 比赛的时候可没人等你啊 有本事就来追我呀 平平凤奋力追了上去 皮皮看见平平加速了 也加快了速度 于是两个人快速跑了两圈 几乎同时到达 到达终点 跑完后 他们都累得气喘吁吁 慢走了几分钟 又继续训练 连续赛跑了三四次以后 两个人实在跑不动了 才坐下来休息 喝几口水 过了一会儿 他们站起来准备回家 但刚走几步 皮皮突然面露痛苦的表情 弯腰抓住自己的右小腿 说 抽筋 我的腿抽筋了 快帮我扳一下脚 平平让皮皮伸直右腿 然后在她对面坐下来 将她的脚搭在自己的腿上 一手攥住她的踝关节 另一手抓住她的鞋头 尽力向前推她的脚掌 皮皮疼得呲牙咧嘴 仰面朝天 持续了两分钟后 疼痛感消失了 皮皮借过平平 站起来走了两步 但腿马上又抽筋了 她再次坐下来 平平按照刚才的方法 更加用力推她的脚掌 过了几天 平平约了皮皮 欢欢乐乐和安安 去游泳馆游泳 已经到了秋天 游泳馆里的人 没有夏天那么多了 水也有点凉 欢欢和安安都不会游泳 所以只能待在潜水区里玩 平平乐乐和皮皮 游到深水区的泳道里 展开了游泳比赛 由于体力所限 他们约定对岸 几时终点 三人挑选了三条没有人的泳道 登上出发台 一起喊 一 二 三 跳水 跳水出发 乐乐乐一马当先 平平和皮皮 齐头并进 这时 皮皮的右腿又抽筋了 她抓着泳道线 用力替腿挣扎呢 激起大片水花 周围有人发现了皮皮的异常 但他们以为她只是在玩耍 没有特别在意 皮皮在慌乱中突然想起当初教练教过她 如果在水中突然腿抽筋 要用对侧的手去拉脚趾 于是她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憋住身体养服 用左手抓住右脚趾往回拉 同时右手向下压右膝盖 使腿尽量绷直 痛感缓解了一些 她便慢慢向对岸有趣 乐乐和平平已经游到了对岸了 乐乐第一 平平第二 他们发现皮皮落后那么远 都笑了 但看到皮皮快游到岸边的时候 忽然挣扎着向他们呼救 赶忙跳进泳道 把皮皮拉到岸边 皮皮一点痛苦 爬上岸以后 叫平平赶快再帮她搬脚 平平明白过来 像上次一样 抓住她的脚踝 并用力推她的脚掌 过了一会儿 皮皮的腿才不疼了 安全小贴士 抽筋也叫肌肉静短 发生时常伴有剧烈疼痛 一般情况下抽筋时绷紧的肌肉不会自动复原 如果肌肉持续绷紧 还会造成肌肉损伤 甚至水肿 小腿抽筋 常由于急剧运动或工作疲劳或寒冷刺激引起 当发生小腿抽筋时 可以请他人一手钻紧踝关节 另一手用力向你推脚掌 持续一会儿就可缓解 如果独自一人时 也可以自己一手抓脚趾往回拉 另一手压住膝盖 使腿绷直 游泳时发生抽筋 很容易导致溺水 非常危险 所以应该自行用手拉脚趾 缓解疼痛后 尽快游上按 再行处理 如果抽筋严重 无法继续游泳 就要立即向他人呼救 можете自己的变化 这是理想要进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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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